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费费资讯大爆料 盼望者,盼望者,不少同学期待的 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第二集 终于在5月28日凌晨上线 有多少姐妹是熬夜看完新鲜出炉的第一集呢? 嘞嘞嘞,反正我是睡醒了菜看的 整体来说,第二部制作水准真的比第一部有错下降 希望后期被打脸棒 由于第一二部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进行拍摄的 所以两部的导演不是同一个 第二部的导演是一名编剧 也许是没有太多导演的经历 所以两部剧衔接起来还是有参差的 第一部的第一集就让我记住了战哥 万里迢迢江水,未曾能把握阻拦 万里澎湃江山,只需我转念一闪 万里光阴,我贵心四见 万里心和命运,误我不认输该如何 第二部第一集观影结束 我一点配乐都没记住,也没有感觉 没有特别被音乐渲染起情绪,带起剧情 人物设定方面,第一部明明都是意气风发 活泼灿烂的少年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势均力敌的较料 特别是欧的敢爱敢恨 爱乐就勇敢说出来 到了第二部就变成了一个996打工人 一个空肠老人 哎,也许是导演故意为之 在大城市的背景衬托下 制造矛盾,考验二人感情 但少年最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一集飞扬 在第一集里完全被擦除了 尽管剧情下降,不够抓眼 甚至给我一种在看中国电视剧的错觉 但是我不想因为一集一棒子打死整个剧 在观望观望才有资格评论整个第二季 但是构图也是纷纷重 截图平暴的水准 真心觉得以爱值得所有人去看 我想安利周围的所有人都去看 以爱真的不是一部简简单单的同性剧 它不是为了谈恋爱而拍的剧 我能感受到导演想表达的东西 导演在第一部表现了两个青春期少年 对自己兴趣向的整个认知过程 以及在面对自己兴趣向问题上 怎么接受的微妙转变 第二部则是两个人情感的磨合 两个人的成长 欧的经历真的很真实 很容易让人引起共鸣 大学入学 周围的人高中都认识 男朋友在为了梦想努力 为了不打扰爸爸妈妈的生活 一个人连吃饭的人都找不到 那种孤独是真的很难受 显面有多甜 后面就有多虐 真的导演拍的太好了 之前没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第二部会不会和祸的家人认同有关 没想到导演一开始就直接交代了 妈妈知道了 两张护身符是爱是接纳 一张给你 一张给欧儿 你和欧儿要好好相处 没人和我说你和欧儿的事 但你是我儿子 当妈的又怎么会不知呢 你喜欢谁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妈妈呢 一点都不俗 开门见山 把所有焦点 集中在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上 上帝创造了两种性别结合 但是上帝没有规定 什么性别的两个人可以相爱 你喜欢谁都可以 德妈妈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她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是她伟大之一 她是一个热情又有面子的人 在德考上大学 要宴请周遭邻居时刻 握着德的手 向他们说着自己儿子长大成才 却在一致多喜欢男生时说着